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JB 然后我们这一集呢要带大家去JB Café 然后现在我们第一张呢来到了这个Ecospring Lab这一区 这一区其实很美耶 然后他们有点号称就是小欧洲的一个 nickname 很美 我们带你来这里看看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去这里的一间cafe 然后打卡很好看的一个cafe Let's go 好我身后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第一间cafe 叫SoyJB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植物的主题的一个cafe厅 很漂亮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好 那我们已经坐进来了 然后刚才点了三个面包类甜品 然后两杯水 总共是74码币 就等于新币就是22块左右 我觉得还ok啦 然后我们点了一个tart 然后一个danish danish是meat nuts的 然后还有一个chocolate custard的一个donut 还有一杯饮料是mint mocha 然后女儿喝的是lime berry 然后来试一下我女儿的lime berry 就是这个 感觉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天气来喝的一个饮料 这个lime berry就想说 它的那个lime的味道没有很重 所以它不会酸 它比较甜 它就是甜多过酸 其实甜然后30%是酸 就微酸一点点而已 但是偏甜的 然后它就是有很多mixed berry 看得到那个草莓 蓝莓的味道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很费解 好 我们现在吃一下那个chocolate berry 那个cream本身呢 是有那个haselnut的味道的 然后呢 它还有那个haselnut粉仁 很好吃耶 然后它的那个tut呢 不会很硬 我觉得它就好得刚刚好很 下到好处的那种硬度 因为那我吃了这个chocolate berry tart 但是有点小贵啦 这一个tut呢23麻痹 有点小贵 哇 我觉得很好吃 好 下一个来吃那个mixed nut danish 它的那个nuts呢 看起来就是那种油光油光的 应该是有甜酱吧 嗯 它那个面包本身炒得很脆 可是它的面包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一定要发配它的那个mixed nut才有味道 它的腰豆果然就是有一层那个sugar syrup 所以它的腰豆很甜 然后配上它的那个那个面包呢 我觉得还算蛮不错的 就是 泡那个nuts来带出它的甜度 我觉得还ok 只是我觉得那个面包可能 可以在外碎内软一点点 它的皮很脆 但是里面也没有到很软 因为应该要来吃它的那个chocolate custard donut 它的那个糖哦 sugar 没有在省的 很多 它chocolate custard 我觉得还好 一般般 吃了chocolate custard donut 我觉得偏偏 有点太过甜了 如果你不是那种想吃甜食的话呢 这个真的不要贴 咖啡很甜 酸酸甜品下来 我觉得那个chocolate custard donut 就最好吃 推荐 好我们刚刚已经吃完那个soy jv cafe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刚好走到就是隔壁有一间 叫做digger site的一个 小小小的儿童游乐设施吧 然后他们现在在玩 一个小孩子呢 是30马币 然后可以玩半个中路 然后家长也可以陪同一起玩 所以我觉得还蛮ok的 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shopping mall 它叫Sunway Citrine Hub 然后我们要来这里找一间咖啡厅 咖啡厅的名字叫awesome room 然后我在google review有看 评价还不错 4颗星 我觉得还蛮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看看 Let's go 好我们刚刚坐进来了 然后我们点了餐 一共点了三个主食 然后还有三杯饮料 然后这里的咖啡我觉得很多呢 特别的选择 我点了一个是biscop coffee 还蛮期待的 LATEL 我的biscop咖啡来啦 然后真的有给了半片biscop 我觉得它的咖啡的那个温度呢 刚刚好 然后没有到很甜 有一点淡淡的那个sidamon的味道 咖啡很好喝 好的我叫的这个label cook grafki呢 就是一个很挺痛的那个 American breakfast 然后已经来了 我现在先来试一下那个mashed potato 它mashed potato的那个butter的味道很重耶 那个mashed potato还蛮creamy的 那我吃我很喜欢 好现在来试一下那个mushroom 它mushroom就还蛮硬的 一般般的 好吃了 可是就比较普通了一点 再来是它的scramble egg 它的scramble egg偏淡了一点 我觉得好像需要额外再加一些盐跟胡椒吧 好加了一些盐跟胡椒了 重新试试一下 嗯 好吃多的 它的scramble egg其实煮得蛮刚好的 就是味很随 熟度刚刚好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然后这一份呢 big breakfast neighbor food breakfast 是35 马币 等于说新币10多块 其实我觉得算小贵嘛 不过我觉得它的standard还不错 它的big breakfast还有这个 sau sage 还蛮好吃的 今天是gicken sausage吗 好好吃的 它肉很嫩喔 好吃 接着来试一下它的bacon 它的bacon意外的 很嫩 那个肉很嫩 然后 然後有一點偏油 然後是有一點鹹 就是bacon都是鹹的嘛 吃之後已經蠻好吃的 bacon蠻好吃的 吃它的麵包 它麵包的邊邊烤得很脆 可是中間很軟 然後還有裹上那個 蠻好吃的耶它麵包 然後Dares呢 它叫了一份scramble egg on toast 這樣看下來呢 它的scramble egg on toast 跟這個big breakfast的部分 分別是它的scramble egg 是有加這個smoked salmon的 然後它是沒有那個bacon跟sausage的 但其他的料呢 都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smoked salmon哪有吃耶 它的肉很嫩 然後完全沒有腥味 因為它有加了一點檸檬汁 因為吃得到有一點sitrusy的感覺 不過是蠻好吃的 那個samen才蠻好吃的 很推薦 然後它那一份scramble egg on toast呢 with三文魚的呢 是30塊嘛 就可能少了我一點點的料 不過我覺得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吃那種 sausage和bacon的話呢 你就直接點那個scramble egg 因為它有那個三文魚還不錯 最後一份主食呢 我們點的是它的signature pancake 然後這signature pancake呢 它一共就是有三片 然後三片是22馬幣 然後現在來吃一下原味的 它這裡的pancake呢 吃起來呢 有一點點像麥當勞的火鍋 我覺得口感是真的有點像 甜味啊 它的fla 它的粉 覺得會很像火鍋 現在來沾一下它的那個maple syrup 好 我加了一點maple syrup了 來試一下 說真的我覺得沒有加maple syrup 好像更好吃一點 因為那個maple syrup 就怪過了整個那個pancake的香味 就變得更甜 我自己沒有很想要加那個maple syrup 我覺得單吃就很好吃 因為它的那個pancake本身就有點甜 這樣也蠻不錯的 好 那我們就先繼續吃 好的 我們剛剛吃完了這個awesome brew 然後我覺得食物方面呢 算是還不錯吃 但我覺得必點的呢 是它的那個biscop coffee 就是很好喝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Cafe Hop的影片呢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幫我們按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Google也會頻道的話呢 趕緊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